最經典的就是必點的 芋泥鴨 非常好吃 功夫菜喔 都很多 都失傳了啦 真的是功夫菜 對 我最推薦它的芋泥鴨 超級好吃的 它的魚也真的非常好 我們常吃的是 熊山豆腐 還有京都排骨 其實它好吃的很多 它每一道我都滿喜歡的 用餐時刻 祖虛席 台北四十年老字號 平價越是餐廳 不懂華麗裝潢 吃的是樸實的道地 正同風味 口味很道地 它果然做得都很好 價值的評價 對 CP值非常高 其實我們吃東西 不是送著裝潢來的 裝潢你也吃不到 我們是送著 他的那個師傅的手藝來的 這種老店 能夠一直受到 米其林的青睞 我覺得是 真的是魅力不減 那五年 2018年開始 就到現在是 今年第五年了 連續五年了 平價消費 高檔享受 道道功夫菜 讓這連五年獲得 米其林秘密登推薦 老闆彭仲睿 戴著一口濃濃廣東腔 頓時間讓人 又身處在香港的錯覺 一忙起來 也顧不得還穿著襯衫 待外廠不停來回穿梭 我們一下子要進氣 一下子要衝外面 對不對 那就 又不是相比一來公 所以比較 就比較自由一點 沒有弄髒沒有關係 反正就回去換 明天天天都要洗澡 就這樣換衣服嘛 對自己隨興 但從點菜做菜到上桌 他就很嚴謹 只有一雙手 卻得張羅店內所有事 廚房坑坑坑坑坑 跟老師傅們配合的默契剛剛好 外廠則有兒女幫忙招呼 滿桌的廣東菜 讓客人大快躲移 話家常聊是非 毫不熱鬧 這家店在這邊有三十年了 對不對 我們幾乎聚餐都在這裡吃 好吃啊 東西好吃 百吃不厭 鹹酥蝦 魚啊 芋泥啊 也是它的招牌 這幾樣其實 我們有時候開玩笑 他就靠這幾樣賣了三十年 菜是做不多 因為我們不是專門做九十那種餐館嘛 所以我們就比較精緻這十幾道菜 不然的話你十幾道菜 為什麼賣了幾十年還這樣做 客老饕啊 有的出國幾十年回來 還要吃這種菜 這也有它的特點 數十年如一日的景點菜色 口味不曾改變 老客人也死忠支持 像是招牌芋泥鴨 掉層酥香 力層綿密 淡雅的芋頭香 配上香嫩的鴨胸肉 炸過後 香醋不油 富有多層次口感 一般我們外面吃到的部分 芋泥歸芋泥 鴨歸鴨 那有辦法把芋泥跟鴨 做在一起料理 讓你吃進去的那個口感 是有中和的 一般鴨肉比較硬一點 但是配合上芋泥的時候 它的口感就會變得非常舒服